台湾教会已经知道 教会健康成长的关键是门徒造就 也开始认真走上宣教的路 但你可能不知道 踩在大使命的路上 必然会进入属灵征战和一字四方 正如福音书中 耶稣在世所面对的一样 你是否有启蒙运动的思维 不认为基督徒会被鬼附 不想要是一种 相信我们会以空中的属灵 长成就征战 也不知道我们需要穿上属灵的军装 随着耶稣彼得保罗的教宗 透过讲道医病赶鬼 做全能布道和宣教呢 另一方面你会不会太泛灵化了 认为世界都握在二者手中 乃至不敢打疫苗 认为晶片跟CHAT GPT 必然引导我们交轨跟拜撒旦 甚至敢凭披富之勇去围绕 其他宗教庙宣告 期待他们如同伊利哥城倒塌呢 华人教会要健康成长 走上大使命 免得如欧美教会陷入 好不过三代 最后卖教堂的困境 华人教会呢 就要学习从近处 演出得一字释放的广道 这就是华神在4月17到19号 我们举办教牧讲座的主要理由 我们请了澳洲的圣工会的主教 Mark Dewey博士 与牧会多年的经验 从圣经神学 系统神学 教会历史 宣教神学 来帮助你的教会 如何从一字释放 与树林征战 看门徒训练 欢迎教会的信徒 长职 同工牧者来参加 好让你的教会呢 从圣经的基础 来扎根 成长 转型 成为蒙福 有影响力的宣教教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